最近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出圈 今天我也来测一下热度 带大家画一幅自己的悟空手机屏保 来致敬经典 祝愿悟空继续大卖 喜欢的就一起跟上吧 准备好你的iPad 新建画布 尺寸3200x1800像素 这是图层分布 更画的可以参考 更换背景颜色 绘制指纹 混合模式线性加深 一笔图完 不要断触 绘制草稿 需要现稿参考的去上个笔记下载 降低草稿的不透明度 绘制悟空 混合模式正片叠底 把悟空的剪影填充颜色 绘制佛像 绘制佛像 混合模式颜色简单 用橡皮擦 擦出底部的边缘 阿尔法锁定 阿尔法锁定 颜色的深浅 会根据笔压的大小变化 可以多试几次 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如果觉得云层颜色不够深 可以多复制一层 绘制山 绘制白云 绘制彩 绘制彩云 拖拽把整个彩云涂层填充上黑色 把涂层的混合模式 改为颜色简单 在佛像的背后 加上一些金色的云彩 绘制火焰 绘制火焰 绘制火焰的时候 注意要有粗细变化 最后给画面加上英文字体 调整大小和位置 混合模式 改为颜色简单 再加上一层白色的小字 让画面更有层次 最后 根据你的手机屏幕 调整一下像素 你就可以拥有 自己绘制的手机屏保了 创作视频不易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评论转发收藏 你们的支持 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 笔心 关注我 灵机处学国风插话 我们下期再见